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很有趣的经文 这个经文是来自《新领记》第八章 就是摩西跟他的族人说的说话 这个说话是这样说的 就是在第八章第四节 他说这四十年 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这个说话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就差不多离开抗野了 他们去到抗野对面的摩押平原 就回望远处 就是上帝应许他们进入迦南之地 摩押平原的以色列人 往往是出埃及的第二第三代的人 他们的爸爸妈妈在抗野这么多年来 有些已经是老了 甚至有些是离开世界的 所以摩西是要他们回顾过去 见到是神的恩典 一直是丰富、救用的 摩西是挑战他们 他说看看这四十年来 你衣服没有穿破 脚没有肿 当然 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文学的方式来理解这句说话 意思是说在实际的运作上 有没有可能四十年 这件衣服都没有个洞呢? 有没有可能四十年的脚都没有肿 当然是不会的 就算我们行山 跑马拉松 我们都会跑到脚肿 但是摩西是要我们明白 要当时的以色列人明白 就算穿破三脚、肿肿、肿肿、肿肿 我们始终度过这四十年最艰难的日子 各位要想一下 无论我们过去的人生是四十年、五十年到十年 的确我们曾经是有艰难、有苦楚、有伤痛的日子 但是回望过去 我们见到神的恩典 是比艰难大 神的祝福是比我们的困难更大 始终我们是走过了 是艰难的日子 今天我们无论去到什么的地步 去到什么的境界 当我们回望过去 我们要把握的 是神的恩典是够用 神的恩典是没有改变 所以无论我们过去 住的环境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婚姻 我们各方面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 但我们一定会走过了 这个艰难的岁月 而美好的将来 神好乐意与我们一起去创造 神好乐意与我们一起去创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